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是什么意思 人们常听到一句诗 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总觉得这句诗意运悠长 那么这句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这句话出自佛典 先看前半句 花开花落自有时 一朵小花从种子到凋谢 正预示着生命从起始到终结不可逆的自然规律 一朵小花就可以用来替代这世间万物的更替规律 再看后半句 一夜一菩提 一片叶子从抽芽长出到枯棚凋零 从春夏到秋冬 时间流逝四季已过 一片落叶便可以看出一棵菩提树的成长规律 这是种一小见大的大智慧 能够从一些细微的事情 发现世间的大奥秘 佛理深厚 这句诗言下之意就是整个世界是一体的 是共性的 虽然说一个众生与大千世界相比是渺小的 但是它所具备前影的佛性是无上的 是涵盖着大千宇宙中的一切智慧 这句诗言下之意就是一切智慧的 这句诗言下之意就是一切智慧的